好 那从日本开始出发 我们来看这个两个大企业 一个是东芝 那另外一个是SML 其实国家跟企业一样 你说这个要强大 要花好久时间 但是有时候要崩落 就是一个决定做错 所以楼起楼塌 我们来看一下 当然SML还是很强 没有说它已经塌了 不过东芝你看到 在去年12月不是下市吗 当时我们辣碗报 也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题 那现在正在进行重组瘦身 瘦身就是要裁员裁五千 五千什么概念呢 日本境内所有员工总数的7% 已经有人预估 就大概是日本国内 今年最大的一波裁员 你想想看这个影响会有多大 以前的东芝多强 不知道谁家里面 是不是还是有东芝的冰箱 对不对 以前投芝吧 在台湾那时候是高档货 很高档 兵制型电脑还有收录音机 对我们家里面 可能翻一翻都还有 对不对 东芝 那已经下市了 现在要裁员 希望能够卷土重来 另外一个是ASML 爆雷 大家知道这个 它可以说是独步全球 光刻机 中国大陆买 全世界都买 所以后来美国就用这个东西 希望能够卡住华为 卡住中国大陆 那今年第一季 它公布了新增的订单 多少 36亿欧 那其中6.56亿欧 是EUV的光刻机的订单 上一季这个数字是多少 是56亿欧 那现在呢只有36亿欧 所以这等于是什么 这个第一季呢 订单下滑了超过60% 不是下滑6% 是下滑60% 市场预期其实也没有多高 大概是51亿欧 但是你看到它只剩下36亿欧元 那受到这个影响 股价大跌 美股在夜盘的时候 交易整个大跳水崩了 大概跌了多少 跌了11% 不得了 那欧股开盘的时候 也是跌了超过6% 都是崩掉的一个概念 那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SML的这个市场 来自中国大陆的营收占比 高达49% 一半 所以到今年的第一季度 大陆连续三个季度 都是它的最大市场 买买买 后来在被这个制裁之前 还狂买了一波 有没有 所以前阵子 它的这个财报很漂亮 但是自从这个制裁 今年开始之后 不可以之后 对不对 大崩 那最近不是还有个讯息吗 美国说叫这个ASML 不可以提供这个维修服务 主要是这个是 当初我跟你买东西 我跟你买车子的时候 已经签在合约里面了 我卖东西给你 我当然提供售后服务 那现在东西已经卖了 美国说不可以提供售后服务 ASML会不会遵守呢 他首席执行官出来讲话 目前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我们 为在中国大陆安装的设备 提供服务 ASML要造反了 张将军可能吗 我认为因为在商研商 那ASML 它的光刻机 一向是中国大陆 是它最大的市场 除了卖光刻机之外 后售后服务的这些相关的维修 还有零件的更换 那这个也是它契约的条件之一 当然要来实施 那现在美国对中国大陆 是军事围堵 经济脱钩 科技封锁 那这个ASML就是科技封锁 那希望 所以这个河南的总理 就到中国大陆访问了 也是希望 对 它还带了 带了一些它旁边的这些企业家 ASML也扬言要出走 对 也是要这样子 要不然它会 对 它会跟着帮 因为它这个 它有它这盈余的压力 有它市场的压力 它当然对中国大陆 那么大的市场 它当然不能放弃 因为中国大陆最大买家 买这光刻机 而且中国大陆 这个方面的需求 还非常地畅旺 那现在美国这方面限制 那美国有没有提供 ASML相关的补偿 你没有补偿 那叫我这样子 不让我卖中国大陆货 然后不叫我对中国大陆 有售后服务 那它怎么活下去 它有那么多员工 它还有那么多的股东 它要为他们做负责 所以没有办法 所以美国补偿 你对中国大陆市场 你切断了一部分 或者是没有售后服务 那你亏了哪些 你清单漏出来 美国政府做补入 那可以嘛 美国政府没有这方面的 相应的补偿措施 你叫ASML ASML当然不会愿意 所以荷兰政府不是组成了 一个什么贝多芬这个计划吗 要这个挽留它 这个月老师补上 你看到东芝也是一样 楼起楼塌嘛 ASML这样的一个企业 独步全球 它的股价崩成这样 对 我跟你讲 这里头讲起来 美国真是乱了章法了 那美国要打压中国的科技的话 就是你自己不卖的话 还可以管得住 你叫ASML的话 本身来讲 你不卖那个比较高度的 比如说EUV EUV的话就是 那个的话 你勉强的听你的话可以 但是那个售后服务都不准卖的话 你基本上都脑袋糊涂了 这是人家约里面签的一部分 而且我说句良心话 如果说是你售后服务不提供的话 你根本都不敢买 你只好自己发展 而且还要赔约 违约赔一大笔 我跟你讲 就是说你不按照约来的话 你的生意就不要做了 因为我们强调 所有的生意基本上就是履行你的约 你什么时候交货 什么时候提供 售后服务是必然一部分 社会服务包含了维修跟零件 这个维修跟零件都不准许的话 我觉得美国本身脑袋都非常不清楚 我觉得所有的企业当中 要做的事情的话 埃斯曼他拥有这个技术 他才能够独步全球 然后他卖这个东西的话 你不卖给大陆你要卖给谁 你到了石垣那边去 你卖有光合机干嘛 所以说对埃斯曼来讲的话 他不可能听这个话 这跟土西马不一样 土西马真的是因为技术没有突破就垮台了 就这么简单了 对不对 而且守城没有创新 那你本身 对啊 你长期来讲 我觉得我们以前有一个 日本工匠精神的神话 就说什么事情 一根小筷子做两年什么的 搞了半天 后来发觉 这个整个在资讯时代当中 完全被超越了 那个曼工出细火 没有人要细火了 都是要准确的火 比方说现在电动车 日本也没跟上啊 对不对 对啊 那你现在的话呢 我一直不断地在 这个强调一个哲学观念 就是说科技一定是发现的 不会是发明的 要记住没有人有什么独断的能力 你看今天华为的那个Pura 70都出来了 人家大家都在讲说 哎呦 你的华为这个芯片哪里来的 哪里来的 你继续拆吧 你继续拆 反正这个东西的话呢 只要不是神造的 通通人都可以造的出来 不管你是哪一种人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 你现在做这种打压的动作 那个艾斯曼尔觉得说是很无聊啊 然后你要破坏我的这个信誉 要破坏我的商欲 也不让我有售后的服务 也不让我卖这个零件 那我要卖给谁呢 对不对 讲了半天讲得很清楚 我觉得美国本身来讲 有一点在整个打压制裁中 乱了章法 为什么呢 因为真正的关键不在这里 真正的关键是 你自己都没有制造业了 人家少数的国家有制造业 你有技术 那你现在强迫要人家说是 用你的技术来阻止别人贩卖 那整个世界的经济 本来进行得非常好 突然直接一下停顿 怎么可能 对就是商敌一千自损八百嘛 ASML过去从中国大陆 赚了大笔大笔的钱 肯定有的 我让这个丽将军补充一下 因为我知道丽将军 有些特殊的管道 常会有些这个独家的一些讯息 你看到现在很多人讲 这个光刻机 ASML现在真的是独步 全球没有错 那过去呢 中国大陆基于这个产业链 就买就好了嘛 我不用做嘛 那钱就让你赚啊 合理的利润给你啊 那现在这一卡之后 这是ASML没有自己讲的 说现在再这样做的话 中国马上技术就出来了 是不是华为好像要跟上了 我特别要说 为什么ASML 那时候大家会全球 有一个供应链各自分工 因为这个机器实在是 要太多的技术 不是说你一个国家做得出来 所以美国它有技术在里面 所以它可以卡去卡ASML 为什么 因为它那个实在是 科技实在太精密了 它一个晶片上面有30亿个 30亿个那个什么电阻体 电晶体在上面 你想想看那个多细啊 它一个奈米 我们讲一奈米 你知道一奈米是什么概念吗 一个病毒就100万奈米 一百奈米 所以它比一个病毒还小一百倍 一个病毒除以一百 对 那你想想看 它那个工要有多精细 所以也就是因为这么精细 艾斯摩尔可以做出来这种机器 做出来这种极深紫外光 来做这个晶片 好那现在来讲 特别要说 就是当初是不是只有艾斯摩尔会做 不是喔 我特别要讲 日本也会 日本Canon 对不对 Nikon 它们只要是光学的东西都会 只是说 大家有没有必要把生意分开来 这么高贵的机器 这么贵的成本 那你也做 我也做 我们大家生意抢光 就我们两个人都 一定要降价才能买 所以说你就日本那边就让给艾斯摩尔来做 但日本这个技术是有的 这是第一个 就是说它这个技术不是独家 当初是因为这个成本太高了 所以让他一家来做 别家就不要来跟他抢面 他说大家都做 然后这个市场又没那么大 到时候大家都亏到钱 好第二个 我特别要讲的 华为有没有能力做 其实我觉得华为有能力做 这次来讲的话 这个荷兰为什么留不住人才 因为他们新的首相要上台 他这个采取很严格的移民措施 可能他很多人才就会外流 这些人才外流会到哪里去 我觉得华为一定就收了 对不对 华为他最重视的就是人才 当华为有这个人才 现在华为也成立一个平台 叫哈勃平台 哈勃 对不对 他把被美国制裁的这些高科技的公司 全部都收过来 你都到我这个平台来 我们共同来研发 然后他投资了多少钱 中国的中央投资了 他将近800亿 目前投资800亿的人民币 预估将来会投资到一兆 就是要发展高科技产业 那我是问你 艾斯莫尔紧不紧张 他知不知道 连我都知道艾斯莫尔怎么会不知道 他如果说是你今天 逼着我自己要去生产 研发这个机器来讲的话 那我就自己做了 你今天既然不卖给我 那我就想办法自己做 那艾斯莫尔东西就 不再卖不出去 而且有人跟他瓜分他的市场 过去几乎是独卖了 独卖 而且他独卖是大家愿意让他独卖 分工了 以前是分工了 因为全球有产业链嘛 我又不用什么东西都拿来自己做 我去发展别的 那这块就让你赚嘛 但现在一打断之后 艾斯莫尔的这个独卖的优势 大概就没了 所以我们看到 他的这个首席执行官 不管是谁要换了一次 每次出来的讲的话都是很呛 呛荷兰政府 呛美国 就是要逆着干 但讲是这样讲 挡不挡得住 我们就继续看下去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